第32集 第一轮的海选很简单 说出你想要扮演剧中的角色 然后再表演一个才艺就可以了 至于才艺的内容 则是完全由你自己决定 于小萱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她甚至都不是冲着哪个主角去的 而是女三身边一个灵力机灵的小丫头 这个角色倒是与于小萱本身的气质很相符 之前于小萱没有往这方面发展 沈庆兰也没有发现 这几天帮她准备海选 沈庆兰才发现于小萱在表演这方面 其实很有天赋 虽然说现在什么演技有点夸张呀 但是她很有灵性 可塑性很强 如果遇到一个好的经纪公司 于小萱的未来成就未必会低 而且她有她的关系在 含义对于于小萱肯定会看顾一二 最起码的 只要于小萱自己不愿意 就不会出现被潜规则这种事情 根本不会发生 这也是沈青兰会全力支持于小萱 进军娱乐圈的原因之一 她的朋友不多 对于少数的那么几个 她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 排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轮到于小萱 沈青兰靠墙站着 双手抱胸 看着于小萱进去了 才收回自己的视线 忽然沈青兰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 视线带着敌意 她敏锐地转过头 就看到在她不远处的一个漂亮女孩 见沈青兰看过来 女孩子朝着沈青兰笑了笑 沈青兰收回视线 不打算理会 谁知道 那个女孩子竟然走了过来 静止走到她的身边 你好 我叫唐米娜 你也是来参加海选的吗 沈青兰隔着墨镜 也能感受到唐米娜 看向她的眼神中 充满了探酒和敌意 这是把自己当成了竞争对手了 沈青兰想到这儿 很是有些无奈 红唇清起 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不是 然后 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中 敌意就消失了 沈青兰现在百分之百地确定 这个叫做唐米娜的女孩子 还真的是把她当作了竞争对手 你是被朋友一起来的 唐米娜再次开口 只是这一次 沈青兰根本没有理会她 唐米娜脸善善的 也看不出来沈青兰态度冷淡 返回了自己的位置 其实 她从沈青兰陪着于小轩来到这里 就注意到了她 谁让沈青兰的气质那么突出呢 青兰我们走吧 于小轩从里面走出来 挽着沈青兰的胳膊 初选通过了 虽然是疑问句 但语气却很肯定 于小轩惊讶地看向她 你怎么知道的 我都还没说呢 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了 于小轩是个单纯的人 从她的脸上就可以看出 她心中在想些什么 而刚才 于小轩从里面出来 虽然什么也没说 但是眼睛里全是笑意 嘴角的弧度都扬得那么高了 她就算要假装看不见 也是不行的 真是的 要那么聪明干什么 想给你一个惊喜都那么难 是我的错 为了赔罪 也为了庆祝 晚上我请你吃饭 想吃什么随便点 我买单 真的啊 嗯 那我要吃大餐 吃豪华大餐 好 地点我选 可以 万岁 那我们走吧 走了一会儿 于小轩开始跟沈青岚诉说 她表演时的紧张 青岚 你不知道 里面有五个评委老师 我一进去 他们就全部直勾勾地看着我 可把我给紧张坏了 我差点连话都说不清楚 还好关键时刻 想起你跟我说的话 即使冷静下来 不然我恐怕 连第一轮也通过不了 现在顺利通过就好 他们有没有说 下一轮在什么时候 就在下周六 这次依旧要求表演一个节目 青岚 你说这次我表演什么好呀 唱歌 跳舞 朗诵 两人一边走着 一边讨论着 虽然大部分 都是于小轩在说 但是 每当于小轩问沈青岚的时候 他都会给出自己的意见 而于小轩 虽然嘴里说着 要吃大餐 但是 最后他们两人 还是在一个大排档吃的 用于小轩的话说 现在吃大餐还太早 等他真的能入选之后 再来吃大餐也不迟 到时候 他肯定不会跟沈青岚客气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于小轩 都在忙着准备节目 这一次 他选择的是唱歌 沈青岚对唱歌完全不懂 自然 不会随意给出意见 这一个星期 沈青岚自己也有事情 前几天 接到丹尼尔的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 把答应给慈善拍卖会的主人的两幅画送过去 沈青岚这才想起来 被自己遗忘的事情 虽然 这次他从航城回来 带回来了几幅画 但是 这几幅 他并不打算出售 而是选择再画两幅 其中一幅 虽然经过了完成 还有一幅 沈青岚决定画日出 京城没有高山 自然谈不上高山日出 但是 西城郊外 却有一片连绵的群山 虽然海拔不是最高的 最高不够才三百米 但是 对于看歌日出 也足够了 群山离江西雅院 有一段距离 为了不错过日出 沈青岚决定 当天晚上就出发 然后 在山顶露营 将需要的东西收拾好 沈青岚就开车出发了 这一次开的 不是沈家开出来的跑车 而是傅横溢的越野车 是他停放在车库里 沈青岚直接从书房里 拿了车钥匙 车子驶出市区 周围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虽然是京城 但是城西以西的地方 属于农村与城镇的交界点 在这里还有一大片农田 一到晚上这里就很安静 不像城市 还有灯红酒绿的夜生活 突然 前方传来一声巨响 沈青岚一顿 踩下了刹车 虽然只是一声 但沈青岚可以很肯定 刚才那声 绝对是枪声 那样熟悉的声音 曾经亲身感受过 枪声冰冷温度的沈青岚 是绝对不会听错的 前方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枪声 那么要不要前行 沈青岚犹豫 她不惧麻烦 但是也不想自找麻烦 正在沈青岚犹豫着 掉头回去的时候 一束光打在了沈青岚的脸上 她知道已经迟了 对方发现了她 前面的是什么人 下车 前方有男人喊话 手里的光束 还在沈青岚的脸上晃了晃 沈青岚借着车灯光看过去 发现在场的人还挺多 约有二三十个 现在跑应该来得及吧 傅恒一只车子性能不错 开足马力绝对可以掏开 只是这车子防弹吗 这边沈青岚在天马行空地想着 脸上不见有丝毫的害怕与紧张 那边喊话的男人 也正在与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汇报着 老大 刚才那车上的人好像看见我们开枪了 怎么办 被称作老大的男人 额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 显然是最近才新天的 如果沈青岚在这里 一定能认出来 这个男人就是被他所救的石蜂 石蜂缓缓地擦拭着手里的刀子 那刀子上还在滴血 地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一动也不动 生死不吃 确定对方看到了吗 如果没有看到 最好不要轻易惹是人命 看到了 能用钱解决最好 要是不能 那么 石蜂一顿 虽然没有说完 但是喊话的男人 阿南已经明白了 眼底闪过一抹狠力 阿南朝着沈青岚的车走去 而这段时间沈青岚确实也没走 因为他的车被团团围住了 如果离开 除非从这些人身上撵过去 打车 阿南冲着车里喊道 沈青岚乖乖下车 你今晚看到了什么 阿南没有想到 开车的竟然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原本凶煞的语气软了两分 沈青岚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这人浑身煞气 明显是道上的人 所以他这是无意中 目睹了道上的仇杀 我说什么也没看到 你信吗 阿南语色 他确实不信 因为沈青岚的表情 又太淡定了 淡定的根本不像是 他这个年纪的小姑娘 如果是一般的小姑娘 大晚上的看到这么一大群 凶神恶煞的人 不吓得哇哇大哭 起码也会脸色惨白的 但是沈青岚倒好 面色不改 还能淡定自若地反问他 阿南心中起了防备 事出反常必有妖 他的手摸向后腰 那里别着一支枪 我不会动 我劝你最好也别动 沈青岚注意到 他的小动作 开口 阿南的手一僵 越发确定 眼前的小姑娘 不是普通人 眼色一狠 就要掏枪解决了沈青岚 谁知道 他刚一动作 沈青岚就动了 他快速地 闪到阿南的身边 手一抬一扭 就把他手上的枪 卸了下来 再一转 枪已经抵在了 阿南的脑门上 我早就劝过你 不要动 沈青岚语气 与刚刚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气质却全然不同 如果是刚才的他 就是绽放在冰山的 高陵之花 那么现在的他 就是开在黄泉路上的 慢珠沙滑 美丽而危险 感受到脑门上的 冰凉温度 阿南身子紧绷 原本你们要是放我走 那么 今天晚上的事 我可以当作没有看见 结果你倒好 竟然还想着杀人灭口 我这人脑袜 我这人脑气虽然好 但是却不是认谁都可以 宰上一刀的小绵羊 而现在呢 我的心情不好 我这人心情一不好 就容易失控 你要是一动 我一紧张 许个不小心按了下去 那么 你这条命 就算是交代了 沈青兰说得风轻云淡 阿南无语 你什么时候 说过这样的话 我读书少 你也不能忽悠我呀 只是想是这么想 但是 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 阿南也确实没有动 谁也不会怀疑 沈青兰话中的真实性 看他握枪时 贤淑的姿势 要说他没有用过枪 打死阿南都不会相信 场面一时间 陷入了胶着 阿南这边出了状况 石峰自然是要过来查看究竟 结果一过来 看到的就是沈青兰 拿着枪抵着阿南的一幕 咦 小丫头 是你啊 石峰脸上满是惊喜 仿佛没有看到 那把上了膛的枪 正抵在他手下的脑袋上的枪 看着石峰 沈青兰也有些意外 看了一眼 被他用枪抵着的人 还有什么不明白 感谢观看